曾经或从口出得下台的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省太郎 他又爆出了惊人的言论 他说日本在修宪的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纳粹当时的手法 那么麻省太郎谈到8月15号战败时呢 他认为首相安倍晋三以及阁员应该要私下巧巧地去参拜晋国神社 感谢对国家牺牲奉献的人 而对于麻省的谈话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太勇昨天是说 这种发言伤害了很多人 日本政治人物应该反省当年的侵略行为